歡迎回到健康日記 就是我朋友他有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他外擴非常嚴重 然後他就跟我說是因為他晚上睡覺 沒有穿內衣的關係 然後我想請問說 是不是真的就是沒有穿內衣 晚上睡覺的話就會外擴 然後一天大概要穿就是幾個小時比較好 其實關於睡覺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看過這個胸部的穴道圖 可以發現有一些穴位都是集中在乳房的外側 所以平常我們這樣鋼圈長期壓迫的話 並不利於乳房的生長 所以睡覺的時候 應該不要再穿有鋼圈的內衣 那有鋼圈內衣一天穿八個小時就好了 首先是這個內衣要和我們的胸型 那睡覺的時候你真的很怕外擴 有一種剪裁的很好材質 類似運動型的內衣可以做選擇 如果他真的是有這個困擾的話 這樣 那運動型那種內衣有的都還蠻合身 可能會不會壓破他 讓他把他壓扁 其實運動型的內衣 他只能防外擴 但是沒有辦法幫助身長 而且真的會壓胸 所以他有一好沒有兩好 所以建議就是說 睡覺的時候不需要再擔心內衣的問題 只要我們平常做好飲食啦保養這樣就好了 是 思雨聽說有人減肥也把胸部減掉了 是 像很多女生很喜歡減肥 但是減肥的時候你常不吃東西 然後像曾經有一個女生她就是三個月把減掉15公斤 然後他的照片也從C變成A 然後就看醫生 醫生的意思是說他都沒有吃蛋白質的東西 因為他都吃什麼 全白吐司啦 冬粉啦 不然吃香蕉啦 沒有營養的 對 所以他很快就瘦下來沒有錯 可是胸部也變小了 變小 像這一種就應該沒有辦法再回去了 其實我臨床真的很常遇到 要減什麼都沒減到胸部全部減掉的 所以他身材就是屬於一種 就是非常詭異的這種三角形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 一定是靠節食的方式來減重 所以這是一個不健康的減重觀念 那其實中醫來講 早餐是胖胸部 中午吃是胖肚子 晚上宵夜胖腿 而且你的嘴巴長得好大 說原來如此啊 就是都吃小夜都是胖下半身 所以大家想要瘦身 又不要受到胸部的方法 除了多吃蛋白質 更記得要吃早餐 一定要吃早餐 然後早餐可以是以豆類或是蛋 或是一些肉類為主食的 這樣就可以豐胸 然後又可以瘦身 嗯 真的很重要 早餐一定要吃 小醫像你們工作都是模特兒 常常應該都會穿到比基尼 這一些類似像泳衣的 對啊 我還蠻常穿比基尼 可是就是我有個困擾 就是那個中間沒什麼肉 但是兩邊倒是蠻多的 對啊 我想要問一下醫生 就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嗎 是 孤魯的部分 基尼小醫平常的內衣 就是要選擇剛剛講 以下胸圍比較小 然後罩背比較大 這種方式來選內衣 然後有一種是機能性 就是說它是屬於塑身材質做的內衣 它可以比較好的包覆性 所以平常打好底 那真的要展現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繞緊式的比基尼 那它的缺點是 側邊可能會有一點點腐乳 可是它的集中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有這些建議 想要有漂亮的胸部 把握這個黃金生長期 找專業的醫師 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康豐兇 我們今天很高興謝謝彭醫師 謝謝思雨 以及現場的三位觀眾朋友 我們健康日記 下次見